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科学历 我是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韩子坤 今年20岁 我今天来求职的岗位是人力资源和讲师的实习岗位 好 欢迎你 子坤 欢迎来到飞尼墨树 你先告诉我 你知道舞台上哪一位是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吗 就是我特别想 因为我今天一看有猎聘网 然后还有人力资源专家 然后我就想来学习一下 让他们给我提一下建议 罗坤 你年轻长得也挺漂亮的 但是我发现你这一上来说话没抓住重点 我问你的是你知道谁是人力专家 你说了半天你也没说出来 博尔特老师 对 那你现在跟他打个招呼吧 别紧张 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就是可能我比较那个就是有点 有点太放松了 就是像聊天一样 没事 你放不放松不要紧 你面试咱先把眼睛睁开行吗 行 就是我一说我就想 就是热情让别人觉得我 一笑就容易挤压住心灵的窗户是吗 不是 就是让别人觉得我很友好 愿意跟我 你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干人力资源呢 大佩老师你什么运势 什么挺好的 你先别说话 你挺好的 你为什么要干人力资源呢 因为我喜欢啊 喜欢 就是热爱 你喜欢他什么呢 就是我特别喜欢交朋友 交朋友的同时呢 我就能娶八人 就是聊着聊着 当朋友以后就都跟我来了 那我问问你啊 人力资源的六大模块 你知道吗 他肯定不知道 我学的好像是管理类的六大模块 就是分为什么人力资源 不太懂啊 懂懂懂 我知道 但是 你说说 那个首先得有那个人员 资源 人吧 这个问题怎么考倒了那么多的求职者呢 这说明这个问题一年前出题的人就有问题知道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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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但是我我我我专业术语我好像就像那个 就你前面提到的那个蛙人 你觉得他应该属于哪大模块 就是我可能就是老说大白话 就是我可能 你说属于人力资源领域当中的建筑模块 属于人力资源领域的建筑模块 然后你告诉他 为什么属于建筑模块呢 因为挖人不就是挖墙角吗 对 挖墙角不就是和建筑有关吗 所以是建筑模块 就是对 因为 对什么 对 你傻孩子 我这跟你开玩笑 你还真当真真回答了欲心了 旁边那个主持人老师给你挖坑了 你就真的挖往里钻了你 不是 我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就是可能 我大概知道